欢迎来到重新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多才多艺的人气女神 迪丽热巴的出道经历 迪丽热巴 1992年于新疆乌鲁木齐氏出生 迪丽热巴唯吾尔语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 迪丽热巴生于文艺世家 其父是国家一级演员 艰辛将歌舞团歌唱家 或许是受艺术氛围熏陶 迪丽热巴从小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同时学习了钢琴 舞蹈及小提琴等才艺 并取得了不凡的成果 迪丽热巴16岁时 就已经获得十级钢琴师资格 可谓是一位美貌与才艺并存的女神 下面一起来看看迪丽热巴的出道经历吧 迪丽热巴首次出道的时间是2011年以电视剧《阿纳尔罕》出道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美丽善良且渴望自由的女主角《阿纳尔罕》 2015年 与郑志勋 罗敬合作出演都市爱情电视剧《克拉恋人》 剧中饰演外表高冷而内心单纯的女神高文一角而人气急升 从此一战成名 2017年 与赵又廷合作出演古装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灵动俏皮的凤九而大受好评 2017年 迪丽热巴首次加入综艺节目《奔跑吧》 因甜美帅真的个性而人气暴涨 从此迎来起演艺事业高峰 2018年 迪丽热巴平都市职场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 同时拿下最具人气女演员和观众喜爱女演员奖项 成为最年轻的精英事后 由此见得迪丽热巴的魅力有多大 2020年 迪丽热巴出演古装玄幻剧《三生三世诊》上书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青秋白凤九 2022年 迪丽热巴出演古装剧《与君初相识》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美丽俏皮的御灵师纪云和 迪丽热巴 身高 1米68 如果穿上高跟鞋 怕是美到难以接近了 其体重只有47公斤 看来女神不仅仅是五官精致 还有一个好身材 更难得的是 热巴还多才多艺 钢琴 唱歌 舞蹈都信手拈来 上海 杨阳参加品牌活动 31岁仍少年感满满 羡慕身旁女助理 意思是说不能知凭借外表去评判一个人 有的人可能相貌平平 却浑身散发着魅力 有的人就算长得很漂亮 但深挖下来就真的只是一个花瓶 娱乐圈这样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 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长得好看确实是一个人的资本 毕竟这个社会对于高颜值的人是很认可的 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婚恋市场上 俊南竞女们永远都是最为抢手的 要说杨阳是娱乐圈的大帅哥 相信没有人会有意见吧 被称为魔兜 不夜城的上海 可以说是一个人人都向往的大都市了 大城市的繁华程度也肯定远远的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但是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扎根下来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段时间以来 各地也都纷纷开始降温 也让很多人有了一夜入冬的感觉 大城市上海也是如此 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个大城市深深的魅力 因为大帅哥杨阳也来到上海参加活动了 在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的恒龙广场内 滑雪和户外服装 装备品牌方伯格纳正在举办着90周年庆典活动 为了能够更加吸引外界的关注 品牌方还特意邀请了代言人杨阳前来站台 有了杨阳的加持 也让整场活动加分了不少 早在杨阳到达活动现场之前 恒龙广场内早就占满了很多前来围观的群众 在这些人当中 大多数都是一些年纪轻轻的小迷妹 这些小迷妹都是明星杨阳的忠实粉丝 当杨阳真正到达现场之后 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挤到最前面去 要么想着占据一个最佳的观看位置 要么想找一个最佳的拍摄地点 总之那种痴迷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不追星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举动 当天的杨阳也穿得特别时尚 上身穿着两条上衣 里面那条是黑色的 外面是一条白色的卫衣 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棉质运动裤 脚上穿着一双外增高的靴子 让原本就已经是身高 180厘米的她 显得更加威武形状 在参加活动当天 杨阳还特意将发型做得蓬松起来 就这样的外在 相信去到现场的女粉丝们也都被她迷倒了一大篇 原来帅是真的可以拿来当饭吃的 要知道 如今的杨阳已经是31岁的年纪 俗话说三十而立 她已然也到了成家的年纪 但是一心都扑在事业上的她 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抽出来 好好地去享受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正如很多网友所吹嘘的那样 杨阳31岁了仍然还是少年感满满的样子 有些网友可能不了解少年感的意思 其实这是一个网络新词 说的是一个人拥有着青春感 看起来很阳光 有活力的感觉 杨阳就是那样 不过 光有少年感也是远远不够的 娱乐圈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过了三十岁之后 杨阳就再也算不上是所谓的小鲜肉了 在年龄上也已经不再占有优势 她能够拼的就是实力 作为演员的杨阳 唯一能拼的就是演技 虽然杨阳并不是模特出身 一开始是学习舞蹈的 但是她在走台步的时候也显得特别专业 左手还轻轻的插在口袋里面 在帅气之上又增添了一点点的裤 这画面太绝了 看来平日里除了悄悄打磨演技之外 杨阳还是在偷偷学习其他业务的 毕竟既多不压身 在娱乐圈总会有能用上的时候 当然演员这层身份才是杨阳 立足娱乐圈的根本 由杨阳出演的影视剧作品也不少 电影就有《饮食男女》2012 暴走神探和《急先锋》等 电视剧就有《红楼梦》 全职高手和特战荣耀等 每一个角色她都非常用心地去刻画 也令观众们印象深刻 而且平日里的杨阳也非常低调 不像那些所谓的流量艺人们那样 到处上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 无论视线深于哪里 也都摆出了一副大明星的样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很红一般 希望杨阳能够一直保持初心 其实在看到这么帅气的杨阳之后 网友们除了觉得杨阳之外 有些网友们甚至开始羡慕起杨阳身旁的女助理来 并声称天天跟帅哥一起工作 根本就不会想着休假的事情了 品牌方除了邀请代言人杨阳之外 还邀请了其他一些知名度不太高的俊男竞女们 永远都站在C位的杨阳 依然还是全场的焦点 很多人都是奔着杨阳来的 看到杨阳在上海参加活动后 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好看的人披麻袋都好看 有人说小小少爷真可爱 有人说宽肩细腰大长腿 有人说剑膜脸真的太帅了 有人说我也想和他并排走 有人说眼神好忧郁 有人说气场强大 总之网友们的千言万语 都是用来称赞杨阳的 可见杨阳在网友们心目中的口碑有多好 但娱乐圈终究是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 或许杨阳如今还年轻 还能够很容易就接触得到很多好资源 而往后的路还很漫长 想要继续在娱乐圈发光发热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去演戏 多用作品和角色来说话 力争将来成为备受尊重的老戏骨 光是帅也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 毕竟娱乐圈不是一个缺帅哥的地方 从杨阳舞台上的表情也看得出来 其实他是非常享受这样的品牌活动的 而且对于他而言也是一个增加曝光度的绝佳机会 也能够增加一点片酬之外的其他收入 何乐而不为呢 毕竟如今很多明星艺人们也并不好过 为了能够在桂圈继续生存下去 有些明星也纷纷开始走学 去到各种小地方参加商演活动 去酒吧唱歌 去直播间带货等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一次次的刷新了人们对于明星的认知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